今天使命召唤20现代战争3的单机剧情模式可以玩了 和各位分享一下感受 首先这款游戏是支持4K120Hz高刷模式的 另外它还支持HDR和杜比全景声 COD20游戏的入口和19是一样的 都集成在同一个图表里 进入游戏之后可以选择是玩现代战争3还是现代战争2 在游戏内部再选择 开始我也怀疑COD20是不是19的一个大DLC 这个后面再说 游戏容量是187.5GB 这是19和20加在一起的 我是在港府买的数字版 548港币 花了440人民币 这个汇率没错 因为我之前用积分兑换过80港币在钱包 所以说这次只需要花费468港币就可以了 折合人民币是440人民币 使命召唤系列的单机剧情模式只占游戏的一小部分 重头戏其实是线上 COD20的线上模式是在11月10号才开启 线上模式需要PS一档会员 另外还需要一个加速器 我用的这款是迅游主机加速盒旗舰版 目前双11大促 抖音力减15% 好下一个问题 使命召唤20的单机剧情版需要加速盒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估计很多同学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是和家里的网络环境是有关系的 和网速无关 家里的网络带宽的联通能力差 会导致无法下载COD19或者20的游戏内部的更新包 并不是PS商店的更新包 由于更新包下载不完整 所以说不能游玩单机剧情模式 这个很多同学都遇到过 因为COD19和COD20是同一个入口 我感觉大概率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如果你那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建议弄一个加速盒给通一下就好了 迅游主机加速盒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进入迅游主机加速的APP 先在APP里面绑定这个加速盒子 然后在游戏名称里面选择游戏 选择使用召唤20 现代战争3 迅游加速器可以给很多游戏加速 包括Xbox Switch和PS5 PS4 这种加速盒子主要解决的是线上游戏 对战游戏 多人联机游戏 游戏屈服可以选择自动 或者是香港 美国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欧洲都可以 每个游戏的线路是不一样的 选择好了之后 点击开始加速 游戏加速成功之后 这个盒子灯会变绿色 这样就可以正常游玩 正常进入游戏了 特别是喜欢游玩线上游戏的同学 可以考虑来一个这种加速盒子 视频的最后说一下 COD20 现代战争3这款游戏是否值得买 我个人感觉在画面游戏性上和COD19区别不大 同样是电影感十足 紧张 刺激 剪中字幕 应配 COD19的单机剧情我是通关了的 感觉很享受 每一关的玩法都不一样 都给人很多的心意 时不时的给一些惊喜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游戏的 其实线上的部分我倒玩的不多 COD20的单机剧情我玩了两关 感觉也不错 相对COD19来说有一点点的小进步 但不是本质的进步 你可以简单的把它俩概括为同一款游戏 只不过是不同的内容 这是我一个简单的分析 具体线上是什么呀 等11月10号出来之后再和各位分享